兩面金黃,中間還有面芯 這些才是肉絲炒麵 我從一個朋友身上學到 原來肉絲炒麵有很多地方 或者師傅都很少做的步驟 令到肉絲炒麵沒有那麼好吃 肉絲炒麵最重要是麵 麵很多時候是因為蟹不夠 或者料不夠 令到你吃到麵裡 咬中了一塊脆的麵條 沒有味道 是完全沒有味道 我從朋友身上學會 在麵裡要調味才拿去煎 這樣就很棒了 首先我們要把麵做 水滾,放麵 可以關火 放少許油 大約兩分鐘 我們只是浸開麵 因為這些麵頂基本上是熟麵 一會兒就已經鬆開了 剛才它拿了少許油 是等它一會兒冷了的時間 不要黏在一起 又不需要太多 你看到這樣 它散開了 基本上完成 倒下來 一開始的時間 我不是說了嗎 幫麵餅調味 這個重中之重的一個重點 其實很簡單 不需要什麼很厲害的調味品 少量生抽 拌勻 搞定 一個步驟 就令整件事 產生你想不到這麼大的變化 好 接下來我們攤冷少許 放在一旁 麵餅應該是煎的 當然 就不是說不下油這樣煎 但大家看到 有油的 但只不過都是這樣的油 你是足夠煎脆的表面 今時今日 有些師兄 因為他要快 然後放很多很多油 整個麵炸出來 這些並不是肉絲炒麵 這些是肉絲炸麵 什麼都炸乾了 我們應當慢慢煎 大家在家製作的時候 就可以有多些時間 做一些比較手工的 真正的肉絲炒麵 你放了一點生抽 沒有煎過 就這樣煎過 就這樣煎過 就這樣吃 你會覺得 麵本身也有些味道 我相信應該差不多了 麵餅 是有足夠的厚度 你看看 也只是煎脆 表面頭這一塊 以前所謂的肉絲炒麵 就是這樣 如果就這樣煎 也要中大火 每邊都需要差不多兩分鐘 才煎到這樣 麵就煎好了 這個我有一些出股滑 我現在用了豬頸肉 我自己喜歡它的質 怎麼煮都不會粗糙 所以好吃 對嗎 尤其是如果在家裡的朋友 你想著 我做個肉絲炒麵 買十多元 買二十元瘦肉 這樣切絲 這樣就糟了 有很多時候 你知道如果真的 那些瘦肉 你切了絲 在家裡就這樣 給它一些東西 拌勻 糖、鹽、豆粉 你炒完之後 然後打完蜆 那些肉絲有時候 就會變得乾、粗糙 過熟 這樣就不好吃了 豬頸肉 一點問題都不會發生 好了,我炒熟了 就把東西全部放進去 薑絲、蔥 少許冬菇 炒一炒 我這裡也聞到香味 狗黃 放肥仔芽菜 狗黃一定要有 很多家人最怕遇到的問題 就是去到打蜆的時候 很多都會覺得 打蜆很困難 你放進去 一煮 一整塊 整塊 整塊 其實也有方法 我這裡 就有雞湯 和粟粉 放少許雞湯 把雞湯倒進去 把雞湯倒進去 煮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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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關火 把粟粉水 放進去 開火 快速地攪動 大家也不是這麼專業 萬無一失 我不會蓋一塊塊 你就可以直接倒進去 現在雞湯 把粟粉撈進去 易滑不雪 全部倒進去 才開火 開到最猛 我喜歡加少許生抽 讓它更美味 慢慢攪 好 開始煮沸 煮沸 煮沸 一點都不起粒 也是稀結剛好的一塊 蜆 這樣就打好了 有些朋友是喜歡這樣做 這個肉絲炒麵 整塊蜆放在碟裡 然後 才把麵放在上面 當然也要剪一下 好像切蛋糕一樣 一開六 這樣做的方法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兜頭淋 很多時候會煎好麵餅 現在這樣 一定有些脆的還留在這裡 而且這種煎法 你還會吃得到麵心 麵心還是麵 不是炸脆的麵條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那種效果 兩面金黃 中間還有麵心 這些才是肉絲炒麵 一塊麵 不少少蜆 好處是 一定不會浸淋 你吃下去的時候 是咬到麵頭 一聲脆 裡面還有一些調味的麵條 在這裡 麵心是有味的 軟的 加上這個無敵的豬頸肉 如果大家有什麼 真的有些秘技的 也可以留言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乾杯 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 《ORRENGE》的提供 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